大家好,歡迎收看全日總結 我是Vicky,我英文 這一節有Arno做嘉賓 Arno,你好 現在先和大家看看 Noyday和本岸股市的收市情況 Noyday股市個別發展上證綜合指數 跌了5點,報3131點 護深300,跌了7點,報3854點 深淨成分指數跌了69點,報10684點 創業板指數跌了35點,報1836點 恆指方面,今天先升後跌 跌了661點,報29518點 國企指數跌了279點,報11857點 大股市成交有1090億 Arno,首先講一下大股 今天看見港股本身滿滿的 不停在3018點上落 但是下午後就好像坐過山車 不停跌,收市更加跌超過600多點 而貿易戰那邊也有消息傳出來 就是中國發佈了對美關稅反制措施 將會對美國106項的產品加徵關稅 當中包括大豆和汽車等等 貿易戰似乎升溫 今天市場的反應是否都反映著 對股市有種拋售的恐懼呢 特別美段的拋售 我相信的確是和貿易戰相關的因素有關 因為特別收市之後 可能4點後 你看到整體而無論是道指期貨 或者港股 或者恆生指數的期貨方面 都是沽壓非常非常明顯的 去到這一刻 恆治仍然較現貨低水 接近100點以上 都是反映著擔心未來這幾天 可能在特價期間 可能仍然會牽涉著這些相關的因素 但我自己會這樣看 貿易戰現階段 大家都走了第一步 美國對於一系列的貨品 公佈了算是會徵收25%的關稅 剛剛又最近看到 可能中方方面也反擊 也對一系列106種產品進行關稅 其實大家都走了第一步 現階段的情況 就是當大家都走了第一步 那會不會大家再走第二步 令到全面貿易戰的風險升溫 這個是最大的風險因素 如果大家都是保持著 仍然覺得繼續需要徵收的關稅 透過徵收關稅 來解決特別美國方面 解決貿易逆差方面的問題 這個是大家最不想見到發生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指數真的有再深一點的調整 真的一點都不意外 但是假期間究竟會發生什麼事 當然現階段沒有人知道 但是我覺得比較大的機會 當大家去第一步之後 會有一個雙套空間 因為其實無論是中國 美國也好 不是真的這麼希望發生貿易戰 只是美國方面 特別是特朗普 可能為了一個中期選舉 特別會需要用中國准辦法 去收集對華的貿易逆差 這個始終是他們參選的政缸 所以短期來說 你是說賣戰這個因素 我相信很難說會不快燒賣 但是是否真的會突然間急劇轉差 仍然有個未知之數 但是藉著這個消息 今天這樣跌下來 大家的而確需要審慎一點 始終第一方面 你在說指數 橫行在29800-318800 都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整體而言 由2月中開始 已經橫行在你的水壁 橫行在第一個半月左右的時間 其中是假突破或者假跌穿 但是以今天的題圖上 這樣大陰竹穿頭破腳 這樣由高低位 高位跌下來 直接跌下來 接近全日低位收市 很難想像是假跌穿的 所以在圖表形態上面 可以初步確認一個雙頂形態 新頂形態 初步成立了 頂部大約是31800 頂線位大約是29800 所以不排除後市 會有2000點的調整幅度出現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點 看看假期 有沒有進一步的負面因素 如果沒有負面因素 市況都彈不上來 那就真的要小心點 現交段的看法 看看假期之後 恒指能不能上到29800樓上 上不上的話 那就真的要小心點 不單止本年度低位 29000點這些水平 有機會跌破 以良多跌幅計算 恒指真的有機會伺回28800 今天的水平 今天港股的股額這麼重 其實當中 騰訊的跌幅都比較大 今天看到它下午之後 跌幅擴大 大家都看著它的股價 405元已經失手 嵐收市前還跌穿400元 收報是397.6元 市場現在也估計 會不會殺到下面的牛 其實今天有這樣的表現 騰訊是否有機會再跌深一點 其實騰訊 405元這些位置 我覺得仍然不大 雖然是大壓背手 很多人在那些位置接貨 但是當然現階段是說 市況氣氛明顯轉差 有些人真的要去拋售手上的股份 好像貿易戰這些因素 其實對於騰訊來說影響不大 但是市場氣氛插 當真的很多基金 特別對沖基金 需要去拋售一些科網股 去對沖的時候 始終騰訊的股價 再借細調整 是難以避免的 特別這些高增長高估值的股份 即使基本因素向好 後市可能仍然有條件 望500元 但是短線 調整深一點 試一下低位 不是不可以的 所以在這些位置 我覺得持騰訊的投資者 自己衡量風險 短線來說 可能會有個深一點的調整 都出現不足 但是調整過後 我覺得有機會重拾聲勢 但可能真的要一段 比較長一點的時間 包括看回他們 今年2018年的手遊業務 有沒有機會回復增長勢頭 好像絕地求生這些相關的遊戲 都有機會成為增長量點 但我相信真的要公佈完了 即是半年業績 甚至看回整個2018年的業績 才會令市場有一點信心 所以在講股價 在短期後市特別大二季方面 可能會有個深一點的調整 真的不足夠 所以大家要衡量一下 有沒有能力 可能兩日長線一點 拿著一年以上 如果短炒的話 這些位置 騰訊都會建議大家小心 和恒指走勢一樣 剛剛有個初步突破 一個跌穿的跡象在 以量度跌幅去看回 之前一個雙頂形態 475元的位置 今天這樣跌下來 初步成立了 所以同樣看法就是 如果在短期後市 不能夠上升到400元樓上 小心勢會順勢調整 因為項線位在400元這些位置 當前一個項線位 量度跌幅看 會試375元或者380元這些位置 但如果市況不對勢 仍然要調整深一點 量度最大的跌幅去看回 甚至可能有機會試330元這些水平 但其實大家對於騰訊都很心急 其實是不建議的 有實力的可能是分注吸納 我覺得現階段都沒有問題 但始終剛剛跌穿了400元這些水平 我建議再看一會 因為始終大家對騰訊有信心 可能是基本因素強 這個我也不會否認 騰訊的基本因素 我覺得長線來說 仍然有條件持續看好 但始終論估值 它一點都不是便宜 借勢調整 調整2、3成 不是極度困難的事 況且過去幾年升了這麼多 所以我覺得騰訊在這些位置 短線來說 我覺得表現會比較反覆一點 所以我覺得即使要去買也好 這些位置我未必建議 不妨先看到一段時間 好,接下來我們也說說 另一個沽壓都比較重的板塊 就是內銀股 見到健康和公行今天都跌3% 中行、中信都跌2% 而朝行就跌得最多 跌了4% 農行就跌1% 看回大行的報告 其實都繼續看好內銀股的前景 像花旗 今年就認為正式差的前景是樂觀的 但今天看到內銀收額 是跟著市況跌 還是有其他原因 我覺得最主要跟著市況跌 始終現階段擺明 就是在沽回市 可能真的牽涉著一些殺牛相關的行動 所以你在說行指成分股當中 你在說樂銀股當中 佔比比較重 好像健康為例 你見到沽壓也相對比較重 健康、公行跌至近3% 相反地 你說農行 或者中國銀行 你見到跌幅相對沒有那麼大 沽壓也沒有這兩隻那麼明顯 所以不排除借小沽一些重磅 但論基本因素 都是同樣地 我覺得樂銀股不差 但短線來說 都可能會有機會持續調整 因為始終相比起科網股 始終銀行業 跟貿易戰上 會有個比較大的關面性 真的爆發一個全面的貿易戰 銀行業很難在所難免 很難避免當沒事發生 始終一旦出現貿易戰 大家擔心的一些中小企 可能牽涉著關稅相關的行業 可能有機會受壓 始終都會有個風險 一直以來看好樂銀股 都是說未來受惠的經濟復甦 息差有機會擴闊 以及控制到資產質素 所以現階段 以這個市況 樂銀股可能借小 深一點的調整 都不意外 但好像以健康為例 雖然今天這樣大陰燭跌下來 但在圖表形態上面 又相對地沒有那麼差 一個雙頂的形態 都未初步成立 所以我覺得樂銀股 已經是一個比較強勢的板塊 所以今天成為一個追估的對象 我覺得樂銀股方面 以健康為例 如果有機會落到7.7這些位置 或者7.8這些水平 其實是有條件 可以做一些分駐吸納的策略 這些位置買到第一柱 7元買到第二柱 我覺得從中線角度 看回今年上半年來說 表現都未必會太過差 所以樂銀股方面 我自己看法仍然是相對地比較正面 但正如之前所說 當市況真是一些不明朗因素出來的時候 他們短暫性的調整是在所難免 但中線方面 我樂銀股會看得相對地比較樂觀 好啊 接下來我們都說 今天升了很多的長飛剛纖 看到他今天逆市做好 主因都是因為集團 在昨天提交了A股上市的更新建議 集資大概有20億左右 令到今天看到長飛升了5% 最高是看到39.25% 進入A股這個消息 其實對長飛的前景 是不是都會特別看好些呢 可能都是藉著這個消息炒作 但我相信這些消息 對股價很難長遠 會有個幫助 長飛剛纖有個好處 始終現一段說 打貿易戰相關的因素 對它影響不大極的產品 都是自家在內地製造 以打內需市場為主 但是股價在短期來說 有沒有機會再向上突破 這方面有所暴漏的 因為始終近期 你其實看到有些相關 和貿易戰無關痛養的股份 但是你說 雖然走勢是強 但是它們要重拾聲勢 始終不是很容易的事 市房氣氛是差 你竟然整體而言 其實大股市的成交金額 都仍然是越來越低迷 始終在資金鏈的供應上面 都仍然是不足 始終會弱 始終都牽涉著走資 相關的風險因素仍然是存在 所以你是說 我不能看得太樂觀 如果你看回圖表走勢上面 未必會出現大跌 但是你是否完全擺脫了 下市50天線 差了35元這些支持位的風險 我覺得未必 所以你是有貨的 不穿35元 可以繼續握住 但是再追入 我就不建議 但是其實現在 大家都在說5G技術 現在步入一個部署的階段 而未來兩三年 都會不斷做這些基礎建設的投資 所以對於長飛光纖來講 那個光纖光纜的需求就會增加 會不會是一個利好的消息 這個絕對一直是股份的利好因素 但是這個因素 除非短暫來講 看到很明顯發展 發展又再進一步的進展 對於光纖需求 有個明顯加大的跡象 否則的話 我想短線來說 都很難說會令到股價有個很大的刺激作用 但是事實上 始終你看到長飛光纖上年份業績這麼強勁 用上年份業績計 2017年的市盈率都是17倍左右 的確不算是貴的 所以我也維持發覺看法 不穿35元這隻股份 可以繼續駕住 但是當它一旦都穿35元這些支持位 大家都小心一點 這些高估值的股份 都有機會有個深一點的調整出現 看回今天那些大籃籌的表現 其實第一隻還有得升的 就是九龍倉置業 今天看到它在收市的時候 升了2% 佈是54.1% 其實今天下午 都跟Arno談過了 最新公佈的2月份 本港零售業總消貨值的數據 按年增長了2.9% 意味著零售業就開始復甦 而大行也都認為九智會受惠 今天看到它的表現這麼強 所以股價 接下來會不會都跑贏大使呢 有機會跑贏 但不代表有個很大的升幅 就像今天這樣 市況 巴仁大使也在說 可能它升1-2%左右 大概市跌2% 其實主要零售相關的股份 的確現階段和貿易戰 沒有太大的關聯性在 大家都是集中看回香港的零售而復甦 但是如果短期後市 市表現真的比較差 這類型的板塊 都可能有機會跟隨著跌下去 始終二月份 剛剛出到零售數據做得好 某程度上 我相信和股市旺盛有個關聯性 一月份股市旺盛 導致整體消費意欲急升 但是如果四月份三月份開始 這些時間 看到股市開始疲弱 甚至是冷淡 或者成交低迷 剩下一段比較長的時間 未來零售銷售數據 未必會這麼好 所以零售股都有機會調整 但調整幅度 我相信一定沒有大使這麼多 九龍倉置業 這個位置我建議大家有貨 有貨的 我建議拿著 但是再追 直播率就未必太吸引了 因為始終和圖表細頭上 我覺得股價要突破56元這些阻力位 未必這麼容易 所以我覺得股價不排除 都是上升落在50元至56元區間 在區間上半段的時候 這些位置入市 我覺得直播率不是太吸引 如果有機會落到52元 53元這些水壁 才會建議去考慮 目標正義戰索說 都是看到56元這些位置 謝謝Anno 詳盡的分析 和你申報 有沒有持有上述提的股份 也沒有持有的 謝謝 這次的節目 差不多和Anno談到這裡 到